HELLO,我是小光 12月的21號,每日一塔要來囉 FB加了沒? 最近是有加了一些新的朋友 謝謝你們的支持 那每天給你們每日一塔 給你今天呢 如果有什麼樣要解決的問題啊 或什麼想法或什麼小困難啊 給大家一些意見 好 我覺得我頭髮是不是開始變亂了 感覺好像明後天又要開始戴帽子了 今天是禮拜一 有沒有Monday Blue啊,記得 禮拜一到禮拜五的晚上 12點到1點鎖定中廣音樂網哦 FM96,有些地方是96.3 有些地方是96.1 小光晚上深夜一個小時陪你一起聽音樂 每天早上,9點之前 就會登場的美日一塔 今天是12月的21號,2015年 天氣不太冷 好 美日一塔今天給你什麼樣的建議 你在心裡想一下你最在意的事情好不好 今天有沒有什麼計畫呢 還是想知道誰對你是什麼看法呢 好,這張好不好 水晶拿出來加持一下 很可愛對不對 如果你有當面碰到小光幫你算牌的話 你看到這水晶你會覺得整個正能量充滿 一定要給你一個好牌啊 好,今天12月21號星期一 到底用什麼樣的心態來面對會比較好 好,到底有什麼問題 戀人牌的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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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感情上呢,其實是還不錯 但是呢 其實戀人牌如果是逆位的話 跟其他人呢 多多少少有一些關係 其實不是說你喜歡的人有其他人喔 那最主要的是 你自己有沒有其他的朋友給你別的建議 或是有沒有其他人給你別的想法 讓你覺得好笑就是這樣 或者你一直懷疑對方是不是對你是非常專一的 有沒有其他的想法或是喜歡別的人 這種心情讓你覺得很不安 好,那其實這一張牌告訴你先不要這樣想 你先要給自己多一點信心 多相信別人 在愛情上是這樣子的 那如果說是在工作上的話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的同事裡面 熟的朋友裡面 是不是有些人其實在心裡對你的 就是你平常做的有些事情 讓他們覺得 真的有點好像太over了 或是他們不習慣不喜歡 不太好意思講 所以呢 他們對你講的話呢 有時候會比較冷淡一點 你就覺得說 人家怎麼可以這樣對你 有沒有覺得說 其他人際關係上面 怎麼最近好像不是那麼順 沒關係 你還是一樣先想想自己 因為呢 基本上 會有這些反應是正常的 那會講這些話的人呢 基本上呢 跟你的關係也不是那麼的糟 所以呢 他們只是一時情緒的抱怨 稍微理解一下就好了 戀人排的逆位 最主要就是人的關係 所以今天呢 如果有些煩人的人 你就先別理他就好了 因為呢 可能過幾天 你自己就會沒事囉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在這下面 加一下小光的Line 還有FB 小光老師心向塔羅嘛 對不對 那任何問題 譬如說你想算得更仔細 或是你想知道更具體 的話呢 你也可以 在Email上告訴我囉 好 我們明天見 拜拜